在综艺《大湾仔夜》实际中被林晓峰的真诚感动,虽然只是综艺,但是她真的把自己当成服务生,去和顾客解释道歉。 林晓峰以为客人点的是套餐,所以给客人上了虾,结果发现上错菜,她当场就给客人道歉了。 随后,在节目单人采访的时候,她再次道歉,说客人是来享受服务,不是享受错误的过程。 节目播出后,林晓峰第三次道歉,上错菜不用太过紧张,林晓峰真的太绅士了,暖心,晓峰哥的性格真的很棒,工作态度诚恳认真,很负责任,被敬业的服务态度狠狠感动到了,感觉这个节目中哥哥们都很真诚,不只是当他当作综艺看待,而是很认真的工作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